奶奶 晚上好 乖 跟奶奶吃饭去吧 应接走 你妈妈叫我来吃饭 是什么事啊 没事 不要想太多 有件事情我想今天说一下 彤彤已经是丽家的人了 她的名字得改一改 以后就改姓丽吧 彤彤两个字做小名可以 做大名不行 今天我请吴小姐来 就是希望你把彤彤的生辰八字给我 我请人帮她改个名字 怎么这个时候说要改名字 那有什么时候说 迟早要对外公布她的身份 她是你丽中谋的孩子 改姓丽有什么不对 奶奶 我为什么要改名字呀 你是丽家的子孙 本来就应该姓丽 吴小姐 你没有异议吧 我 我们丽家三代都是珠宝商 我没有兄弟姐妹 中谋是我唯一的儿子 彤彤现在归了我们丽家 理应姓丽 您说的有道理 妈妈 我不要改名字 滚 彤彤 到爸爸这儿来 不就是个名字吗 反正都是让人叫的 你跟着爸爸或妈妈的姓不都一样吗 我不要 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叫我彤彤 我要是改了名字 他们都不认识我的 彤彤 你是男子汉吗 是 那男子汉就要讲道理呀 你是爸爸的儿子 自然要和爸爸姓啊 那为什么爸爸就跟奶奶姓呢 不是 那得好吗 就不认识你 对 妈妈 这个 是不是 我 得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我们从他的手机里找到你的对话 快让我们打给你 怎么大中午的就喝醉了 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 如果不行我们就只能报警了 报 那好吧 我过去 中文 对不起啊 因为临时有点事 所以恐怕我得先离开 不能陪你了 什么事啊 公司 一定要现在回去吗 对不起 其实 来了为什么不进去 伯母 他来干什么 伯母 是这样 我本来是想来看看彤彤 可现在临时有事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了 不好意思啊 我先走了 好 既然根本就不想待下来 就不要假惺惺的关心彤彤 走 带彤彤进去 彤彤 是无童小姐吗 是无童小姐吗 他还没有结账 一直在这里吵闹发酒疯 我们店里好几个客人 都被他给吓走了 这是账单 不 无童 给你 谢谢 我还没喝完呢 谢谢啊 打中午的喝成这样 走了 我们再喝 我要再喝 快点 再给我来点酒 再给我来点酒 喝完了就什么都忘了 相军 走了 走 我送你回家了 我不要 起来 无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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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擦擦脸 不要 起来 擦擦 不要 起来喝水 来 不要不要 喝一口水啊 你喝醉了 我没醉 从小 为了跟我爸对抗 我 我可以什么都不认真 他说 如果我这样做人的话 一定会很惨 你 终于说中了 这是不是 我的抱怨 是不是我的结束 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松手 我第一次想对一个人认真 我第一次想好好地爱一个人 你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他哪比我好 我不放 放开我 我最早是想利用你攻击李主皇 可我很快就陷进去了 我早已经忘了 我忘了 忘了那个初衷 我现在是真心喜欢你 忘了你 你相信我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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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过分了 我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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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吗